翡翠手镯有哪些镯形 什么样的手镯最难看 你适合戴什么样的手镯 今天的一条视频教会你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像这种就是咱们最经常见到的正圈 正圈就是内屏外圆 你要听 你不听怎么会呢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手机上面学点东西 你还不认真听 以后出去买一条手镯 你连做什么样的镯形都不知道 接着讲 像正圈这种 它就是里面半圈是屏的 然后外面它带着一个弧度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 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好的去佩戴 因为里面是屏的之后 它跟咱们的手腕是贴合的 不会说有个手这种情况 然后正圈的宽度一般是要达到11到13之间 厚度的话在7到8.5左右 如果是低于这个厚度看起来就会特别的薄 这个比例的正圈手镯是最好看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 正圈的宽度特别宽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到的轮胎板轮胎条 如果是厚度特别厚的话 那我们一般是叫什么呢 叫做后装 有一些主播为了形象一点 也可以叫做泥丘背 就是像一条泥丘一样趴在那里 那还有一种镯形它比正圈的要更饱满一点 就是像这样的圆条手镯 顾名思义的圆条不管是从宽度还是厚度来说 它都是圆的 然后中间这一圈也是一个圆形的 而且圆条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浮镯 那正常圆条的宽度跟厚度 我们要求是要达到10×10 如果是12或者13左右的话 就是叫做胖圆条 那同理如果是7×7或者8×8 就可以叫做细圆条或者是美人条 圆条手镯虽然看着好看 但是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点 因为圆条它的条形特别的厚 对翡翠手镯的肿水啊各方面它要求都比较高 为什么是我平常的视频里面 大家很少有见到几千块钱去做圆条的 就是因为本身的肿水不够 如果是做这么厚条形的话 会把它自身的一个肿水会全部盖住 还有一种条形呢 它跟圆条是非常相似的 这种就是咱们平常比较少数人喜欢的叮当手镯 一般就是6×6 5×6左右 这种手镯大部分都是拿乌鸡去做的 因为做完叮当之后呢 整体的价值它没有那么高 所以用乌鸡去做的话 它成本比较低 它自身的肿水也会更加好一点 大家一起听一下声音啊 这种就是翡翠独有的声音 叮叮当当的 因为这种手镯一般就是两条一起带 碰撞在一块之后呢 发出这种叮当的响声 所以说它叮当手镯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那刚刚咱们上面讲的这三种镯形呢 它的内圈都是一个圆的 有一种姐妹它是什么情况呢 手掌特别大 但是手腕特别细 如果是带这种圆的手镯经常买回去之后呢 带到手上 但是一台手 它的手镯就会掉的很下面 这种就是买的手镯太松了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手镯啊 这种贵妃手镯在视频里面讲过很多次了 应该有很多姐妹们也都认识 长镜的话 它跟正圈啊 圆条这些直镜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短镜是比较短的 因为咱们人的这个手腕它并不是一个圆形的 而是一个扁平椭圆的一个形状 所以贵妃的手镯在带进手上之后呢 它会更加的贴合咱们这个手腕 那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贵妃因为它的短镜比较短 所以圈口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比正圈要大一到两个码 不然买回去之后的话 圈口它是带不进去的 以上的就是四种最常见的手镯桌型 大家如果是有刚刚没记住的 或者是说担心以后忘记找不到的 一定要收藏起来